马来西亚冰城中央医院展开为期三天的白内障手术服务 帮助了78位患者 冰城中央医院展开为期三天的白内障嘉年华 此季提供赞助支援冰城中央医院为老人院和疗养院的长者 以及低收入群体进行白内障手术 我要感谢我们冰城此季还有Masmeyer Foundation 在他们的赞助下我们成功帮78位贫穷的病人完成他们的眼末手术 在病人额头上画上箭头 背注要动刀的眼睛 滴眼药水 完成检查后就可以换上手术服 准备进入手术室 手术结束后 医护人员细细叮咛患者 在眼睛恢复期间 记得要好好照顾 在夜晚睡觉打二个镜子 打二个镜子 睡觉 不是镜子 出伤的眼睛 是叫我打二 这样 出来 我告诉我 这样说 这次的活动 我们觉得很有意义 因为来照顾民众的医疗 我们需要一系列 就是政府官员 还有私人机构 也有我们的NGO 一起我们同行协力 才能帮到更多的人 关怀弱势长者 让他们看见更多美好世界 大爱新闻余韶连 陈敏 马来西亚报导